爱做梦的小猪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只整日幻想去游历世界的小猪 可是他想得太入迷了 这天小猪来到了国王豪华美丽的宫殿 国王瞧见这只小猪的时候不禁惊呼 我的皇宫里居然有一只猪 来人哪,把它拖出去 国王的卫兵们都向小猪扑了过去 但是根本抓不住它 小猪跑得飞快 每次都能成功逃脱 国王勃然大怒 这只肮脏的猪 给我开枪射击 动作快一点 于是 国王的大臣们纷纷举起手中的步枪或手枪 同时瞄准了小猪 碰碰 碰碰 但是小猪居然躲过了所有的子弹 毫发未伤地逃走了 它一边跑 一边欢快地摇晃着自己螺旋形的小尾巴 小猪跑啊跑 跑进了一片大森林里 这时 它迎面运上了一群可怕的强盗 强盗们威胁小猪 把你的钱交出来 动作快一点 它们也喜欢说这句口头禅 动作快一点 小猪却勇敢地向强盗们扑了过去 场面顿时一片混乱 速速 即把小刀从它的头顶上呼啸而过 碰碰 枪声也想做一团 等到混战结束 小猪发现 那些强盗都被自己人击倒在地了 你们这些家伙 真是没用啊 小猪得意地说 小猪继续自己的旅行 他来到海边 看到了很多水手 哇 我多么希望 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水手啊 水手们都嘲笑他 我们根本就不是水手 我们是海盗 小猪惊呼 太棒了 我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一名海盗船长呢 海盗们纷纷大笑起来 不过 它们可拗不过执着的小猪 最后 还是把小猪带到了船上 海盗们是不会后悔的 因为很快 小猪就向它们展示了自己的勇敢 他第一个奋不顾身地跃上敌船 勇气十足地加入了战斗 看 海盗们可以坐下来休息了 小猪终于被选为海盗首领了 他指挥着大船继续航行 现在小猪变得异常地出名 每到达一个港口 好奇的人们都来迎接他 赞赏他 这真是不可思议 最后 就连国王都决定 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 公主知道以后很难过 不同意嫁给小猪 于是国王宣布 将小猪任命为海军上将 统领全国的船只 国王迅速派出了使者 小猪认真地听完使者的报告 好吧 他说 没问题 我愿意做海军上将 至于公主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 有一个条件 她要为我准备 土豆丸子 那可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等到公主学会做土豆丸子的时候 小猪和她举行了婚礼 这时的小猪真精神啊 她腰间配着长剑 头上戴着羽毛帽子 于是公主疯狂地爱上了她 接着 新婚夫妇踏上了蜜月的旅程 环游世界 一路上 他们经过了许多国家 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 来欢迎这只最最勇敢的小猪 向她鼓掌欢呼 英雄万岁 但是有一天 小猪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这里的人们 可不会崇拜她 他们的眼中 没有那个统领 全国船只的海军上将 只是一只小猪 一个小家伙而已 于是 人们大声叫道 哦 瞧瞧呀 一只小猪 居然坐在一辆四轮马车里 旁边 还有一位公主 小猪听了这些话 气得直肚脚 她从马车里 钻出来 拔出自己的配件 大声喊道 胡植的人们 你们才是猪呢 最后 小猪终于醒了 她的身边 围过来一群鸡 叽叽喳喳地问道 嘿 小猪 你做什么梦了 为什么睡着觉 还这么吵呢 小猪打了一个哈欠 说 哦 没什么 只是 我刚刚才旅行回来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主人公是一只小猪 它经常旅行 只不过 是在睡梦中 我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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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空间 是在睡梦中 感谢观看